大家好 我是嘉怡 今天受到駐流封面影响 全台灣各地都出現了 比較明顯的雨勢 也傳輸了零星的災情 像是現在你在畫面上看到的是在彰化地區 因為彰化部分地區 今天出現了比較強的降雨 所以你看到這座防波牆 它整個坍塌下來 而且還波及到了這棟民宅 這棟民宅它的鐵皮屋 還有陽台上的花圈 都是整個也是跟著坍塌下來了 不只在彰化 還有台中也傳出了災情 台中清水區一處社區旁邊的圍牆 也是因為大雨衝刷 所以它圍牆上的土石也跟著滑落了 還好這兩起意外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今天我們剛才帶你看到的是累積雨量土 目前累積雨量比較多的確實就是在彰化 還有台中地區了 累積雨量24小時目前已經達到了100毫米左右 已經達到了大雨的標準 其他地區也都有零星的降雨 而預估從今天晚上到明天 恐怕還會出現更大的雨勢 我們在預測圖上可以看到 因為這一波滯流封面 預估是明天的白天才會抵達台灣的上空 所以在這波滯流封面的影響下 全台灣都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其他地區目前也持續的來發佈豪雨特報 而警報範圍在中部的部分地區是大豪雨特報 而中部以北是豪雨特報 其他地區是大雨特報 請全台灣的觀眾朋友都要留意 在明天的太陽出來之前 恐怕還會出現下一波的強降雨 接著我們帶你看到簡圖 因為受到下雨的影響 加上各地的雲量都偏多 所以明天氣溫在低溫的部分 也會比今天稍微的往下掉 明天各地的低溫是在22、23度左右 那高溫不變一樣是在31、30度以上 所以在沒有下雨的時候 感覺上就會比較悶熱 而接下來我們就帶你來看 北中南東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23到31度 降雨機率60%到90% 中部地區22到30度 降雨機率70%到90% 南部地區23到32度 降雨機率50%到60% 東部地區22到32度 降雨機率30%到80% 外島19到28度 降雨機率70%到90% 最後要再次提醒觀眾朋友 未來幾天出門都一定要記得帶傘 因為全台都是容易出現震雨 或是雷雨的情形 而氣溫也會稍微的往下降 沒有下雨的時候 感覺上就會比較悶熱 那這樣的雨勢會持續到禮拜五 那未來幾天都是因為 智流封面影響容易下雨 那禮拜六開始 禮拜天封面才會慢慢的遠離台灣 到時候雨勢才會稍微的緩和下來 那我們剛才也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從明天太陽出來之前 可能會再出現下一波的強降雨 所以如果您開車或是你要行經 容易積水的地方 都要請您特別的留意了 也希望就是今天最新的天氣預報